如何让这些孩子们 六到十二岁的孩子们 能做到心里 本心里能更谦卑 更尊老爱幼啊 师傅你小时候是怎么 怎么样的 很简单了 更尊 慈悲啊 尊老爱幼啊 就觉得啊 从小要听奶奶外公外婆啊 听自己爸爸妈妈话 就是说 爸爸妈妈一粒米啊 一口水啊 都是来之不易啊 要跟他们经常讲啊 孝顺啊 能够得到天应啊 不孝顺啊 天打五雷轰啊 这些东西 从小在孩子心灵当中 就铸造成一个 这个孝顺的一个钢铁长城 他以后大起来 不会不孝顺的 明白了吗